今天活動有點提早對不對 進度有點快 我可以花你們一點時間跟你們講一點話嗎 可以 就是你們去想像一下你們有沒有跟某一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例如說你可能今天你很累或是你最近遇到了很多的挫折或是 你最近覺得很不快樂很悶很像世界都在跟你作對的時候 可是你某一個人是你想到他的時候你會覺得很溫暖 謝謝 對就是Marjorie老師就是給我們這種感覺 那因為你們不認識他所以你們可能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意脈的活動 那我就大概簡單形容一下他的樣子好了 他今年已經45歲了 然後他很高他大概這麼高吧 然後有一點點胖胖的 一點點肚子因為45歲了嘛年紀大了 然後他非常非常的愛笑 他很喜歡抱人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就是心裡覺得很很緊張 因為他是街舞的Legend嘛 然後他就給大家一個擁抱這樣子 然後他非常愛笑 然後他大笑的時候他門牙有一個縫 很明顯 可是 可是 就是怎麼講 這個人可愛到 連我覺得他的缺陷都讓我覺得非常的美 那 他常常跟我們講很多的話 他說 音樂跟跳舞是上天給我們最棒的恩賜 因為他讓我們的生活更美麗 就是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也會想要聽一些歌 來撫慰你的心靈嘛 那有時候你開心的時候 你想要大唱歌 如果都沒有這些東西的話 你的生活會少了很多的色彩 然後他說很重要就是 跳舞可以讓我們很自由的表達我們自己 但是不會傷害到任何人 因為有時候我們可能我們會講話 可能會吵架 或是我們會有一些行為 可能會傷害到別人 可是當你完全就是很自由自在的 用跳舞表達你自己的時候 不會有任何人受到傷害 所以音樂跟跳舞對他們來說是他們的生命 那他四年前發現乳癌已經第三期了 然後他那個時候把他的乳房兩個都切除之後 三個禮拜之後他就出來教課了 然後大家就說你瘋了嗎 三個禮拜你為什麼不好好休息 他說因為當你歷經那個生命 已經快要消失的時候 你會非常非常珍惜跳舞的時間 然後你會 他說就是 他說就是 老師加油 他說他沒有辦法不跳舞 因為跳舞讓他感覺他活著 所以我們辦了這個一馬活動這樣子 那 不要搶鏡頭 謝謝 我知道 我知道 學生們你們都很忙 而且你們也沒有什麼錢 可是 就是 你來買個五十塊的東西也好 隨便 然後就是寫一個祝福的卡給他這樣子 那我們會做成一個影片給他看 就是 他的影響力是在全世界各地的 然後 有這麼多人在幫他加油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好 所以今晚的演出我們就是 獻給Marjorie老師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希望就是 你們這些小朋友就是看到你們 剛剛在舞台上跳舞非常地熱血 非常非常地 開心有這麼多人喜歡跳舞 那Marjorie老師跟我們分享一個觀念 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 努力去 散播我們的愛 去分享 就是有時候可能不要 會去過多地批評 比如說 你覺得他跳得好他跳得不好 怎麼樣怎麼樣的 就是跳舞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 love跟share的一個概念 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能夠 珍惜可以跳舞的時間這樣子 好的 Marjorie this is for you I've heard he sing a good song I've heard he had a style And so I came to see him and listen for a while And there he was And there he was This young boy A stranger to my eye Strumming my pain with his finger Sing my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Killing me softly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Killing me softly Tell him my whole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i know you got i know you go So fleek with His song Tell Him my whole night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 fleek with His song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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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